那么这个目前的图层 它是试布的图层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去开这个执行单一试布 那很简单 你可以按这个配置标签 因为我们现在在配置世界里面 它这个配置标签点它 那这也不是有一个那个矩形试布吗 点这里然后选第一个单一试布 不然就是去开启那个之前的工具里面 单一试布指定这样也可以 好 同样你按矩形单一试布对不对 按它 那这个还是一样我们再做一次 同样如果说你的这个试布的边框 跟这个它的这个图框的内框的距离 两迷你那会做吗 这个地方就打TK追踪 他问你说试布的第一只要你用TK追踪 OK 好 其实如果你TK 这个如果觉得T跟K这个按钮的比较远 对不对 你也可以打什么追踪 你也可以打这个TRA 为什么呢 因为TRA追踪Track 它是其实它的追踪方式跟TK是一样 只不过它可以用左手去控制 因为左手的这个TRA 你在附近范围内 所以即便是3码也比较方便 所以你打TRA追踪也可以 按确定 它说第一个追踪点对不对 同样那这个你就从这里按左键 然后往右拉伸看到吗 给它2 按确定 然后往下再给它2 按确定 抓到对不对 抓到就按确定结束追踪 同样是不是找到第一点 OK 然后这个右下角这里呢 如果你希望一样哦 同样这地方都是2跟2的追踪对不对 好你打那个TRA追踪Track 同样按确定 好你就点这里 点这里然后往上2 确定然后往左2 确定 好这样确定结束这个追踪 同样那第二角点就定义了 那第一角点跟第二角点 距离你的那个图框内框都是2mm 它就比较工整知道吗 OK 当然其实会隐藏啦 所以你没有这么准你没关系 好同样那我们这个 这个大的试不要放什么呢 就放我们的2D工程图 所以你把它切换到模型空间 同样你现在是不是在图纸空间看到吗 配置的图纸空间对 你可以你可以对它点两下 同样然后把这个呢把它放大 同样那放大的倍数多少呢 就是按照我们比例词 同样我们现在A3了嘛 所以它的比例呢 可以稍微再放大一点 所以你就点这里 是不是比例对 同样我们之前你看1比5 1比5放不下对不对 我们那个A4的话是不是使用1比15 我们那时候自己自定嘛 1比15可是你现在A3嘛 所以1比15就太浪费空间 1比10看看1比10 1比10好像可以 那就1比10好了 OK那1比10 好就把这个位置脱下一点 这里 好那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 留给干什么 做那个3D图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1比10 然后对外面左键两次 那变成图纸空间 这样等于啥 不然就按这里也可以啦 它本来是这样模型空间嘛 这样模型空间 然后就点点这个 把模型点成图纸按左键 这还可以 好 同样那我们右上角要放什么呢 放那个3D图 同样3D图 你可以把这个拷贝过来 知道吗 把它搬过来就可以了 把它移动过来就可以了 那我还是复习一次哦 因为有时候那个指令你会忘记了 好那这个一样建议答应四步啊 同样去执行配置 然后这个矩形的四步按这里 同样你可以画大一点 大概这么大没关系 左这个在上面了 同样左键然后拉下来 这里你超过整个范围都没关系的哦 因为等下会隐藏 知道吗 按左键 是不是同样整个世界 对不对 好 同样还记得吗 如果点这里的话 是不是 它会 这个大的四步 跟这里的四步 会判断不出来 所以你要点这里 这就不会重复按左键 这样点两下 你把它切换到那个 这个 右上这个四步 好你就针对它 对不对 给它 切换成等角图 你按这个常用 然后这地方把它切换成这里 把它改成这个东南等视角 按它有没有 同样然后再对它给它放大 好我们看一下 同样这个当然你 你你这个 这是同样我们的 主要的这个图面是三四图哦 所以你这个图不能大于它 知道 同样 那我们这比例就不对了 我们看一下 同样一比十看看 一比十 一比十可以 那就全部都一比十好了 所以这里 适当位置 然后 瞧一下位置之后 同样一比十二对 好对外面 左键两次 同样就回到那个图子空间 OK 那这个字呢 同样我们就不用打 把拷贝过来 这里有一个 我们在配置空间 做的这个文字嘛 所以你要移动命令哦 为什么移动 因为整个等下删掉了 按移动命令 同样都点这个 按确定 来空间上指定一点 同样你把它拖到这里来 看到吗 删掉的东西 可是你看到我把它拖过来的时候 你不觉得这个字好像 跟这个比起来 是不是变得比较小 为什么 因为这个比例词有变大 你知道吗 OK 所以这个字 你可以对它左键两次 或打ED 编辑文字按ED也可以 确认 然后你就点点这里 同样把这个字体的高度 把它选起来 然后这文字编辑器这里的 我们2 我们给它大一点 比如打4好了 Enter 这样懂意思吗 OK 就像这样 好 然后来按关闭文字编辑器 OK 然后再来 ES键 同样把这个字 点它 用拖曳的 拖到适当位就可以 像这样 有没有 这样都没问题 好 那再来 我们把这个四步 团体我们这个 四步 你把目前图仁设为零图层好了 然后再把这个四步图仁把它关了 好 目前剩为零 OK 好像是这样 好 我们再出图预览看看 来 档案预览出图 这里一个 对 对 我们这个 跟它一样好 团体 这等一下 团体我们这个 设变 设变的日行 跟设变的这个 相识跟理由 团体我们就按移动了 把它搬到左侧好了 团体再把它选起来 你用左到右啦 左到右 我们用 框 这个窗选了 包含才算了 左键 按确定 好 来 你就锁到这个 锁定到这个 左上角这个点当基准 然后把它推到这个 左上有这个点 团体内框 锁这里 点一下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再预览出图看看 来 档案 预览出图 点一下 好 我们看把它放大 你用A3U做 是不是 有没有 是不是 你把它放大这个细节 是不是 是不是 深浅就比较清楚 看到吗 比A4要清楚 有没有看到 就这么简单 OK 那这个3D图呢 还记得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它的 这个 我们也必须要隐藏出图设定 看得看得见的面就显示 看不见的线就隐藏 知道吗 不要让它整个都显示 它的线架构 好 这个打X 同样 那一样 必须把四部呢 打开 要选那个四部 OK 好 那这一般给它打什么 就打那个 这个Mview MVIEW 按确定 然后就打这个S 瞄影出图 S 按确定 再打H 隐藏出图 H Hidden 按确定 好 同样就选这个四部 选这一个 这个四部就是3D的四部 点它很确定 好 那 我们再试试看来 把这个关闭 然后目前的设为0 好 再预览出图 有吗 这样就OK啦 OK 好 那我们开始调整 像这个地方就不是1 不是1比5啦 懂事啊 我们之前不是1比15嘛 现在改1比10还对啊 然后单位还依然是迷你 不过呢 如果每次你要调比1次 每次都要重新输 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待会呢 Toy 我们把它改成一个 当然它做法很多种啦 Toy 你可以用功能变数 那我们先 做那个比较 简单上手 就是我们用这个可见性的动态图块 去切换 这样都会啥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 不要一直从头打到尾 OK 好 这个打X 来Toy 我先干什么Toy 我先把这个 我先做一下单位好Toy 因为单位我们可能用到 这个mmmm 然后还有cmcm的公分 好 那可能 如果说你在做其他的这个 产品设计 会用到这个英寸跟英尺 英寸跟英尺 知道吗 所以 我们希望不要一直输这些 这个单位啦 所以按拷贝命令来 把这个字呢 点它确定 把拷贝到这个右侧来 我们这里有一个空白的地方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还记得 可见性的动态图块吗 如果你忘记的话呢 你要去复习那个 比如说部落格 大家看一下 你部落格就打这个啦 Toy 这个打打这一串 有吗 这一串 J566 BLO GSP 那个Blogspot.com Toy 比如说像这样 Enter 好Toy 这部落格 那我把目录放在这里哦 把目录放在这里 然后你看那个 在 初阶啦Toy 因为从基础这边练完的到初阶 我们现在是在那个 AutoKey 2D的初阶5对不对 之前不是讲过初阶1跟2吗 2D的初阶1跟2底下的目录大家看 在初阶2的部分 是不是那时候有讲到这个 我们内部图块 内部图块跟这个外部图块 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讲到的可见性的动态图块看到吗 有两段录影档 所以到时候你动态图块不熟 就去看一下AutoKey 2D初阶2-11跟2-12的可见性动态图块 那我现在就直接做了哦 对我就不要讲细节了 你自己看了 OK 那我就等于是接过来了 好 可见动态图块呢 你要做之前干什么 你要先建立的 你要做什么样的变化 知道吗 好 对我们有常用的四个单位了 对按拷贝命令 然后把这个点摊确定 来空间上这个 左键 左键 拉远一点好了 这个把它搬过来 这个再次 按拷贝命令 点摊确定 好 你你就同步移动 就那个单一个点同步移动 我们大概四个常用单位 好 对 那这个 对第一个是这个 mm 没错 然后再次 这公分cm 好 当然你也可以给他一个公尺 比如说这个 顶两下 他给他大M 公尺 有没有 就公尺 然后这个地方 他也顶两下 他也给他一个英寸 INCH inch OK 好 按这个拷贝命令 我们再给他一个英词 拉过来 好 这个点两下 同样我们给他一个 FIT OK 就像个英词 所以 同样就用英文代号好了 好 那这五个单位呢 我们希望能够让 他这个 可见性的动态切换 还记得怎么做吗 同样就直接干什么 直接把下一个指令 就是内部图块 同样我们在这个 这有一个插入标签 有没有 插入标签 你给他按这个建立图块 然后选建立内部图块 或快速键打B也可以 这里指令行打B Block 懂得意思吗 当然你可以下这个指令也可以 这指令OK啦 这边都一样 同样我就直接按这里好了 然后建立图块 好 这图块名称叫什么 你就给他写单位 可见性单位好了 可见性的这个单位 就是可以切换 同样那 这个直接转成图块 然后选取物件 OK 选取物件 把这整个都选起来 但是呢 同样之前讲的动态图块 是有单一图块 单一图块 对不对 然后再一起变成一个内部图块 设定动态图块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单位是文字 你不用把个别文字变成图块 不用 你就直接下图块命令 把它整个都框起来 一起做就对了 OK 好 很确定 来 同样就是选取物件 对来讲一次 把这五个文字呢 文字都把它选起来 确定 好 接下来点选点 同样机认点 同样机认点 我们就指定在第一个 切换的这个位置 同样那我们就指定哪里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就指定右侧 为什么 因为左边要左边要做侧点 所以指定右侧 适当位置 左键 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 接下来把这个打勾 在图块便积器中开启 才会进入到这个动态图块便积器的世界 按下确定 OK 整个世界都变过来 对不对 好 同样那我们这也不是有那个 这个吗 这个面板 这个面板 如果你不见的话 你打叉 不见了 你就要开这个 建立选项板 你把它打开 好 那还记得怎么做吗 来 我们这坐标 这里 那我们侧点的 放这里 同样你现在有没有任何可见性状态 没有吗 所以我们按这个 参数 它有参数动作跟参数组 同样你选参数 知道吗 参数我们去执行哪一个可见性 按这里 这个看不到是因为你这个 同样你这个地方收起来 有没有 收起来有没有找不到 同样找不到抓狂 同样你这个拉杆往下拉 会看到可见性 那不然就是你把这个 滑鼠移到这里把它拖开 这样懂得意思吗 同样按这个可见性 按左键 好 那你把可见性的把它放到这个适当位置 比如放这里 按左键 这样懂得意思吗 那这就有一个标签可以让它按 不要太远 不要太远 因为太远的话 它这个很难很麻烦 好 首先你既然下可见性命令 那这地方可见性状态它没有做 所以就按这里 这样的意思吗 好 那你就给它新增 新增状态 因为现在是0 对 我们先第一个先更名 先更名 那这打什么 你就打 MM 就照着它打就对了 MM 好了 按下那个新键 再第二个就打CM 按一下OK 就是第三个 在新状态中建议可见性的保持不变 按确定 好 好你有两个吗 对 再按新键 再是大M公尺 按确定 好 再按新键 然后这地方打那个英寸 按确定 好 接下来按新键 这个地方打FIT 按确定 就大概这五个就可以了 确定 好 我们就建议五个 五个那个单位的这个切换 看到吗 MM CM 跟MET INCH 跟FIT OK 好 那怎么做呢 先指定你要的 比如说我先指定第一个 按Mini 那还记得可见性吗 如果你指向Mini的话 是不是只有Mini看的键 其他看不见吗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使用什么 使不可见 按使不可见 然后Mini可见 对 你把其他选起来 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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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你看他就看不见了 OK 好 我们再切换第二个 好 你第二个把它切换成公分 又重来了 SendMini 那你指向公分就公分CM看的键 然后其他看不见 所以你按使不可见 然后选这个Mini 但是公分不要选 其他把它选起来 按确定 有没有 就公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来 MiniMeter 然后选了公分 有没有 是不是这两个切换的 好 继续 来按M 然后你按使不可见 那就是这个M不要选 对啊 你选单位 这些这些这可能性的符号都不要选 因为肯定性要一直存在 是吧 不要选 好 再继续来按 英寸 英寸 按这里 死不可见 然后英寸不要选 这样的意思吗 OK 好 最后按这个Feed就因此 死不可见 他如果万一 万一你的不小心的把这个Feed 跟这个全部都给他不可见 按确定 你看你明明指向是Feed 可是这个Feed却被你选到死不可见 那怎么办 对那你要去开启这个模式 按这个模式 有可见跟不可见模式来打开 打开之后 他这地方看不见他会干嘛 他会打蛋 所以呢 你怎么办 他你就按这个 按这个死可见 死可见 然后点他把他救回来 这样的意思吧 OK 好 另外 他如果你觉得整个可见性 可见性图块的编辑器的界面 实在是 背景实在太亮了 对那你的自由那么亮 看不到怎么办 他你就调背景 你现在在可见性的这个动画图块编辑器里面 你可以按这个工具有没有 然后选这个选项 好 再来你可以按颜色 他会直接切换到动画图块编辑器里面 他你把这次背景 这个把它改深一点 他点这 但不要黑的 因为黑的话 你会以为它是这个模型空间 世界不一样 所以你按这个选取颜色 好 那我们这个全彩 我们改缩影好了 按缩影 因为全彩这个 等一下没有办法对 对这个图笔设定 然后突然缩影 那你就选一个 深灰 按这个好了 按左键 他本来不是浅灰 你用深灰 按一下确定 然后关闭 看到吗 世界就变得比较暗了 按 套用确定 对吧 这样就比较明显了 好 没关系 陶影先坐到这里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做另外一支动画图 陶影先坐到这里 大家试一下